空之以理 率領神族大軍 本世代最莊麗的科幻冒險 就從這裡開始 好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2018 WCS Live is巡迴賽第一天 我是主播阿吉 我是賽品TopLush 好 那等一下就要進行這個 NICE的敗者組的比賽了 對 那我剛看一下他的對手呢 是這個巴西人王卡拉斯 對 那我認為啦 我認為 其實NICE在這場對戰來講的話 相對於上一場來講 他是比較有出現的可能的 對 畢竟現在神族打人類有一點優勢啊 然後加上卡拉斯他 印象中他在台韓服的分數 可能跟NICE差不多 對 甚至可能 有可能比較低一點點 對 如果在我們以最高分來講的話 對 那我們這個秉持著 寧可信其有的觀念來講 我個人還是支持卡拉斯 畢竟我是人類玩家嘛 對不對 人類玩家不幫人類玩家 成何體統 我當然一定要全力的挺他嘛 看看GSL人類的思維 對不對 我們這邊歐洲賽區 好不容易在小組賽有人類出場 總是要支持他一下 對 這邊只能對不起NICE一波了 可是這樣感覺好像是在幫NICE 不好說不好說不好說 但是我們站在目前的這個 全世界的這個比賽來講的話 其實人類在面對神族來說 他通常要準備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戰術 因為其實在追劣的增強來講的話 其實在很多神族打人類 在前期利用一些基本面的壓制 其實就會給人類不少麻煩 對 對 好 好 那現在拜祭組的第一場比賽開始的地圖 是戰役高昂之境 在地圖右下方 好 是紅色的台灣選手 NICE 好 在地圖左上方則是來自巴西的人類選手 卡拉豬 那這張圖的話 因為他的惡況是一個平口嘛 那所以這張圖有機會前期看到NICE這邊 可能會用追劣去給卡拉豬這邊一點壓力 沒錯 因為現在追劣這麼強的情況下 有些人類他們會選擇第一個兵營 直接掛科技實驗室 然後出個提震撼彈 出個幾隻掠躲者 然後去站在斜坡口的地方 那今天假如神族追劣走上來沒有注意到的話 他有可能就一次死一到兩隻的追劣 有可能喔 好 這邊NICE做了一個小細節 他在側面高台的地方放了一個BG 這邊就是可以防止對方死神跳上來做一個偵察 對 好 那這邊來講的話 卡拉豬沒有意外應該選擇一個單病死神開礦 那主要是看他怎麼做選擇 那這邊第一個公兵交會 那其實現在在TPP來講的話 像剛剛他們講的那個戰術 其實算是一個抉擇性戰術 有些人類會想要拿來 說出來就是要硬一些神族 硬一些可能比較過得太舒服的神族 這樣子 因為現在因為前期 神族很有可能選擇大量BGP的情況下 所以現在也有一些人類 就是3BB開的人類 有變稍微變多一點點 現在大概就看到人類打神族 大概是兩種套路 一個是多兵一開 然後一個大概就是偷雷 然後加上跑火車 沒錯 那通常現在來講 比較主動的一定是跑火車 因為其實應該說這個戰術在這個META初期 其實像Gumi 他是率先先拿出來用 也取得不錯的效果 那現在已經慢慢進入到中期的情況下 其實已經有人把這個流程用得更完美了 對 那主要是看選手風格他要怎麼去打 好這邊是出了一隻死神以後 直接掛下的反應爐 那這邊沒有意外的話 這邊我看起來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補氣 等一下先放 他這邊直接二兵營的 這個反應爐是有點 比較古老的任何二兵營 對 那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NICE這邊 他也是有準備 他的感覺也是有準備想要封門 主要是這隻工兵上去看 假如他看到你是科技開 那NICE這邊二礦應該是 二礦應該會稍微做個建築水 沒錯 哇這邊科技竟然選擇就是 這種科技這個TOP應該很熟啦 在 不要說在 不要說前科技在去年 重組打人類幾乎有七成 都是這個開局 都是這個兩船兵的開局 對就是兩船兵的開局 好那 其實這個開局之前我有跟那個 輝他們討論過 其實這個開局在打神竹的時候 在一些timing上神竹沒有發現的話 其實蠻容易重傷的 對 那個timing就是神竹去 開三框的開局 對 那假如今天 因為 其實在更之前 Innovation 他有一個打法也是類似兩船兵 對 可是他會出 他裡面會帶個大概兩隻胖子 沒錯 對 好這邊前面 糟糕這一隻追雷要囂張了嗎 這邊 我怎麼覺得今天的NICE怪怪的啊 怎麼今天感覺他的部隊都走特別深 對 其實正常來講 這邊我們應該是A過去 我們A過去 然後 快要打到人 我們會開始變成自己控制去點對吧 可是剛剛可以很明顯他是用 右鍵直接點那個地點的有沒有發現 對 他是直接走到 深入那個工兵群裡面 對 假如今天卡住的那個工兵稍微控一下 那那隻追雷是有可能直接被包死的 沒錯 而且我覺得這一波應該要賺更多的啊 因為以我自己的概念啊 我打神竹我前面如果 不放Bunker 對 我如果敢出槍兵喔 不放Bunker 在這張地圖是很容易被甩掉的 對 因為 基本上現在的追雷點槍兵是很快的 對 他只要不斷的去操作 有有有三下一隻有沒有看到 三下一隻 舒服 喔三 這邊又走太深 你又太神啦 今天NICE怪怪的 他 他是不是 手還在抖 這邊是手還在抖 沒錯 那這邊要 哇 卡拉蘇現在要打這個套路呢 我跟大家可以去複習看一下 Imovation 在前陣子打GSL的小組比賽 可以看到這一招 在第一時間的第一個坦克 直接帶大量槍兵去前線蓋Bunker 對 這一個要訪的話呢 這個要訪的話 基本上就是追雷 其實我覺得他追雷太快推回來 因為他剛剛一台的前線操作到 有點失誤 對你要一路這樣子甩回來 才會比較有機會守住 等一下 這些殘血追到外面喔 被點一個就有點危險喔 那這邊直接蓋兩個Bunker 坦克架起來 這邊要硬衝嗎 後面有一隻不朽 哇 這隻不朽辦法非常關鍵喔 頂起來 把這坦克轟掉 好這邊截掉 然後這邊想要換這隻哨兵 好這邊可以打喔 這邊應該是守住了 這邊守住了 我覺得這波守的 這隻不朽出來的很即死啊 沒錯沒錯 對 然後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後面卡住了 他是持續的在往前推進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NICE 就是用追劣啦 他就用追劣不停在中間 哇這邊 這邊又15了 這邊失誤了 沒有發現這坦克 直接架在那個草叢那邊 對好 這邊四隻追劣 來截這台坦克非常關鍵喔 這要截掉這要截掉 差一下 唉唷截掉好 OK可以接受 好這邊人進來了 來做一個遠距離的 假裝的展現喔 好前面直接刷兵刷大量的這個 這應該是狂安士吧 好 這邊也截到中間的這隻坦克 哇 情勢看 看長 可以可以 可是這邊 這個人進會不會被點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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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點掉 好這邊 我覺得拉油 卡住了這裡 直接打出了GG 好我們恭喜NICE先下一層喔 一比贏打贏的這個卡住 對 那剛剛這一場其實我覺得NICE 他雖然說在一些操作上有一些 小小的失誤啦 但其實他在一些關鍵的時間點都有 算是算是守得不錯啦 對 那個我覺得他就是抓到一個 因為我覺得卡住的這邊他 我不太懂為什麼他後面的兵 因為前面已經被守住了 對 我不太懂他為什麼後面的兵還持續的在往前走 沒錯 因為他這些兵要是第一時間都在家裡 那NICE這一波推回去 他的坦克架在高地 對 架在阻礦那邊 那我覺得NICE這一波推過去 沒有這麼容易可以把卡住的打死 我在猜啦 他那邊可能想說 呃 因為我前線都距在前面了嘛 他可能是覺得他如果往後退 剛剛可能那一瞬間會被對方的追獵 呃 繼續占便宜 對 他想說好吧 現在中場站一下 結果沒想到 因為剛剛其實 人技很快的從側面直接飛到了這個卡住的家裡 對 剛剛很快出了四隻 四隻追獵 那邊其實點掉 那隻坦克我覺得太傷了 因為照理說那台坦克不該死 那台坦克第一時間應該是在自己上面的高地 架坦克 還可以去防這一波的防守 對 那其實這邊NICE在前期 算是實際上有點稍微的小失誤 但是其實他在中期的應對還是不錯的 像那邊關鍵的第一隻步 就走出來在一瞬間 喔其實非常非常關鍵 你只要被他幫個海起來就不得了了 對那個只要原則上那個碉堡蓋起來 他等於蓋一個建築學在那邊 原則上你想貼到他後面的部隊 對 就沒有這麼的容易 沒錯 那這邊也恭喜NICE先拿下第一場比賽喔 那等一下要進行第二場比賽 那我這個身為人類玩家的我 當然還是全力支持人類嘛 讓一追二很簡單 很簡單 看看我們隔壁朋友的盧師大哥 也不是讓二追三拿世界冠軍 可以 讓一追二還好啦 要相信人類的力量 沒錯 如果我們人類可是很OP的存在嘛 套句下面你所說的話 有人類沒有什麼不可能 是不是 雖然說這是韓國 他們在搶韓國的比賽 對但是我們 身為人類玩家嘛 忠心的支持人類選手 好那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喔 地圖是紅粉不葉城 在地圖右上方 是紅色的神主選手 來自台灣的NICE 好地圖左下方 這是來自巴西的巴西人皇 卡拉蘇 目前比數 NICE 一名暫時領先 這邊看得出來卡蘇 他本身感覺也是個 感覺也是不太喜歡打神主 對 他前期就這樣直接這樣子 一波這樣接過去 感覺他也沒有想要跟神主打那個 後期營運的感覺 沒錯 我是覺得他像剛剛那個打法 其實在 之前那個Innovation沒有用的時候 其實在 我們可以看有一些人類直播 就有人在這樣打了 只是Innovation用出來之後 肯定是很多人效仿的 那效仿的話 神主就會去學這麼棒 然後其實前陣子不只Innovation 其實連Gumiho 在前陣子比賽 我好像也有看到他這樣用 也是在那張地圖 類似 但是我記得當時 我忘記是不是 Innovation是最快的 因為他是一台坦克就出門 對對對 對 好那這邊看一下喔 這邊NICE第一隻弓兵出來做偵察 那這邊就一樣看卡住的這邊 等一下會選擇要科技開 還是要一樣走這個兩兵營的開局 對 好那這邊稍微尋一下喔 這邊 通常看到神主看到這個人的開局 沒有意外就是稍微去擋一下你的礦區 然後判斷你就是只能開 幾乎人類現在的開局比較少一點 對 那這邊選擇一開一隻槍兵的話 我覺得有很高的機會等一下 會拍個科技喔 那這邊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科技開 其實我覺得現在主流還是科技開啦 對 因為科技開畢竟帶給神族的壓力還是比較大 像剛剛那種一波只要神族他有意識到 他其實在防守上都不會到太難 沒錯喔 好這個槍兵不錯 甩掉這一隻的工兵蠻關鍵的 其實我覺得剛剛那也算是耐著失誤啦 我覺得神族如果第一隻工兵被點掉都是他自己開錯 我覺得只要被死神之外的東西點掉真的都有點錯 對 好這邊直接VF開喔 一個正常的開局跟上場稍微就不一樣 欸等等我覺得他這個又怪怪的喔 欸沒有應該不是 好 那這邊卡斯的開局先期的槍兵會非常多喔 那VF相對來講也是比剛剛稍微快一點點 耐斯這邊放下的是星際之門喔 我前陣子有看到他打星際之門開局 對 就是他開直播的時候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 他打星際之門後面會接多BG的壓制 是的 其實像這種打法啊 我覺得都接多BG其實蠻聰明 只要人類敢抽不放Bunker 你可能要分兵去守家裡 那你可能直接被一個雙線做一個拉扯 是很容易直接崩盤的 對 那這邊就看卡住了有沒有偵查到那個VS啊 那他假如沒有偵查到很有可能會 欸欸欸 這個你被走進去 好吧 這個 那我覺得至少要點到一隻工兵啦 至少要點到一隻工兵 不然就是飄走 盡量不要死 欸欸欸 我怎麼覺得他這個教室應該是可以往裡面走的 我覺得你要死你就邊走邊點好不好 那你不要死就是走最遠距離 不要讓他甩 我覺得他的教室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有抖了一下 可能不小心點到什麼可以攻擊的單位 有點慌啊有點慌 對 那不過不幸中的大星是 剛剛其實第一時間卡住了第一時間的工兵去做偵查 也沒有看到對方的VS線 我覺得這非常關鍵 因為通常如果你看到對方的VS線 你的第一顆鬼雷就不一定會去投了 你可能會去買一些關鍵位置來 來看你會擊殺這個先知喔 對 那這邊的話 不過卡住這邊還是有放下他的那個電擊工程所 他可能等一下 還是會放個那個飛彎砲台寶格爾 就是做個技術性的東西 對的好這邊看一下第一隻先知到對方的家裡喔 這邊還繞了一隻工兵出去 不過這邊槍非常多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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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有有 這邊有第一個開個天啟 我看到這一些槍非常多 而且重點是剛剛 我剛剛沒有看到天啟有沒有照到對方的這個反應爐 跟VF喔 因為通常如果你可以照到這些東西 以現在沒來講 你就可以判斷他可能是直接提打針跟這個 這個坦克了 對那 這邊卡住的是打針一攻阿 他等一下應該是要打一個 Timing Timing點 又是打Timing一波 對 那打Timing一波就讓我想到前陣子 那個一個比賽 然後TY 對 TY他就很喜歡打這種 一攻然後 加上打針 然後再拖農民 哇這兩隻限制 無雙啦 三隻農喔 點槍兵對 吃掉 哇這邊有一個鬼雷 哇這鬼雷 埋在 哇這個位置 太妖了吧 好 但我沒說 但我沒說 剛剛 我剛剛也沒看到那個鬼雷啦 我想說 視角沒有轉真的看不到 對 如果有 沒有那個鬼雷應該是可以無雙起來 是沒錯啦 好吧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結果這樣變成 原本以為應該至少可以塗個差不多 八到十隻農 結果變成 死殺三隻農 還死了一隻先知 有點虧啦 我覺得這個死法是有點虧 好 那這邊 卡拉蘇的人口 三十領先喔 但工作有點 工作人口有點 落後 那其實這邊NICE 有嘗試性想控圖喔 只要對方的偵察部隊到一半 他直接把對方解掉 而且 下次出來會讓卡拉蘇會想要內縮喔 對然後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NICE 他的兵營 他一次補了五個 感覺他好像是要打一個那個 鳳凰配上那個衝狂 對 他可能等一下要打一個timing點的直接 一波過去了 這個三礦可能就是開給你看的啦 沒錯 開給你看 好這邊槍兵持續的在做偵察喔 但是 重點來了 卡拉蘇其實沒什麼去看左邊的那邊礦 他只是一直去看右邊 結果他去看右邊發現 欸你右邊又沒有礦 而且我覺得這場卡拉蘇他應該是要 兩框打到底了喔 對而且 他的這個配兵其實NICE 不太好打 是 對 因為等一下衝狂嘛然後 配上那個 配上鳳凰這個槍兵跟坦克 我覺得有點克制到 呃 其實這邊要看雙方操作啦 我覺得只要 然後 伸出 有失誤 人類 就可以打下來了 對 對因為其實 像衝鋒狂這種其實在打 槍坦來講 其實我 我不會認為他裸 人類反而會有點怕 因為那個建設傷害可能會炸到自己的槍兵 嗯 但是就是看對方鳳凰 有跟自己的地面部隊有沒有做一個同步 對 因為你沒有同步的情況下 會很高的機率是 衝鋒狂的還沒近身 就已經被槍兵殺得差不多了 對 那可是這邊卡住了 他先推出去 我覺得 我覺得 推出去的那一邊 卡住了他今天假如是推出去的話 我覺得就沒那麼好打 因為 他今天假如是走吧 欸 這邊被吸煉 一隻 可以接受啦 不幸中的大幸 我覺得人類假如推這一波出去 他就 沒有這麼好手 因為其實這一波推 這邊鳳凰把坦克 抬起來嗎 好抬了抬了抬了 哇 這個抬起來 好漂亮 這還可以喔 這邊卡住了操作也很漂亮 他第一時間把你那些鳳凰全部點掉 對這個操作其實很細節喔 這個操作其實不簡單喔 這個操作其實不簡單喔 這還蠻困難 然後這個漂亮保住這一個白球 哇 這邊NICE把他的鳳凰送光 那等一下這邊卡住了他把 只要把他的坦克 架在一個好的地方 那 今天基本上 這個坦克就是無限的舒服喔 可是我覺得這邊其實對於這個NICE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這一波其實 他剛剛那一波期我覺得 我覺得結得還不錯啦 嗯 對但這邊 看人類要甩到哪時候 甩到天荒地老 真打到快慘了喔 好再回去 然後這邊NICE持續再刷一輪框 來做消耗喔 這邊 我覺得NICE假如能夠拖到他這個二防好的話 那他後面就會好 他等一下 推過去的那一波就會好大很多 沒錯 好 這邊 扛住了 我是覺得扛住了啦 因為 這一波最強的就是在於 第一時間的三大坦克 配合兩船兵的 兵量 的TIME壓制時間 那邊被截到坦克是蠻虧的 對 那這邊嘗試性想要用兩台 兩個 兩船兵來做一個破口 來看一下 好這邊直接上去 第一時間沒有發現喔 直接拖到礦薰 哇這可能會有點傷喔 好直接裏扣 好直接裏扣 四隻公兵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然後再投築礦 再投三礦 哇我覺得這邊 哇這邊 不過這個狂安士有點多喔 七隻公兵 還行 然後卡這個位置狂安士沒有辦法輸出喔 我覺得 這個還有去點 其實這邊卡住的操作還不錯 因為他還有去點那個對方 對 感覺今天卡住了他打神主 他這個操作的細節 感覺都做的還蠻到位的 其實他操作的不錯啦 但是 但是就是 我只能說可能 在一些戰術上運用來講 NICE好像 感覺上遇過的比他多 對 他防的比他好一點 對 這邊就是放了兩個碉堡 他直接下了兩個碉堡 對 那這邊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 這邊經濟 NICE已經慢慢的領先 我只得領先先不要看這個公路人口 因為當時其實有被殺一些公兵的 對 但其實現在目前 NICE的正面主力人口 已經來到了30人口的領先 對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NICE這一波 可以壓對方不要不要 同時間壓的時候 又可以順利的開出 開出自己的事況 哇這邊 而且這邊可以看到NICE他是 一個 有一個攻防的領先喔 對 來來來這一波 欸欸這個等一下 這些妹子 欸哇 這麼滑啊 欸等等 怎麼有 有鬼的兵在上面 好像 炸的有點多 對 但重點是這個時候 我覺得這邊有點平A過頭 拉回來拉回來 再來一下 再來一下 這邊有點A過頭 因為 剛剛其實我覺得這邊 最忌諱的就是你 A過去不去礦部隊 對 然後而且我覺得NICE 剛剛其實 可以再忍一下 因為他的一攻 其實差大概230秒 對 他可以 其實等一下 等他的一攻好 會比較好 會更好打 這運氣不錯喔 剛好 對方看到對方在那邊 直接 回來 不投了 這邊 我覺得 卡住了這個 要是他這建築學 卡的好 我覺得NICE這個 衝狂會 完全輸出不到 我是覺得不會打 這邊應該就是 壓制一下壓制一下 反正我現在攻防上有優勢 我四礦又在開 我四礦打三礦 我這是一個經濟上的優勢 不用怕 對 那 這邊其實我覺得 最大關鍵是剛剛那一波 我覺得有點 衝 亂衝啊 對 他有一點把部隊都送掉了 變成現在部隊人口 其實是持平的狀況 那 這邊卡住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 已經在出鬼子了 沒錯 那其實這種衝狂白球的部隊 其實是滿怕鬼子的 對的 只要鬼子控的好 他一個EMP丟下去 那 今天有可能你所有的白球 吃到EMP 那你今天 這邊 或者是狂安士吃到EMP 前面的漏盾沒了 那你 可能很快就會 部隊全部就會蒸發了 沒錯 好這邊 空頭的一船從側面做一波進攻 那這邊就看一下 奈斯的防守功力 好這邊直接從這邊 試礦做一波進攻 同時也發現多大的試礦 那這邊稍微第一時間 殺一隻攻兵直接往後做一個拉側 然後 這邊 有分一點部隊去另一個礦區 好這邊殺死 想要再投另一邊 欸我剛好看到另一些部隊走過去 好像全部拉回來了 全部拉回來了 哇這邊有被 我覺得有被鬧到喔 這其實有被小鬧到 而且這邊可以看到卡拉豬的他的部隊 他的大部隊是直接從 奈斯的山礦這邊要下來了 對 哇這一個 一船就吸引到你大量的 部隊 這個 其實我 我還蠻意外 奈斯會被這樣子鬧到 而且 而且我認真 感覺奈斯這場視野也沒有做到 也沒有做到很好 對 因為其實我知道 我據我所知的是 NICE其實打 這種基本的 雙線 他是很輕鬆就有破解的 對 而且他這邊這個白球也太前 太前面了吧 他這樣子衝我覺得 有一點 他這個白球都在後面 他這個狂犯士都在後面 怎麼搞錯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太衝動了 他這樣直接追上去 直接追到這個邪火手上面 我覺得太衝動了 然後陣型 他的陣型 他第一點這個 他這個 他從這個邪火手上去的時候 他的陣型一定是很差的 然後他的環是又全部卡在他的追劣者後面 那這樣他一定是沒辦法做到 第一時間是完全沒辦法輸出的 對 老實講我不太想這樣說 我剛剛覺得那個操作 根本就沒有 中施的實力 我認為啦 剛剛那個 剛剛那種A法 真的是叫一般 感覺 就是小地圖 A點然後這樣 直接走過去的感覺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像現在的神族打人類 剛剛那種一傳的 空頭要擾亂節奏太難了 對 很多神族連兩傳三線 他都可以守得非常完美 對 而且剛剛在經濟絕對優勢的情況下 他剛剛A炸了 那被一傳吸引回來 剛剛正面那樣 其實剛剛正面不是會贏的耶 對 就他讓白球一根頂前面先吸泡 不是讓狂認識 然後這樣一路走上去 送光了才拉 拉腿 結果現在烈勢了 超烈勢 對我覺得 剛剛那個 我覺得真的是算是nice的失誤拉 他 他 直接把一個地形這樣子讓給卡住 對然後這邊 這個 人進也是阿 就是沒有空 我覺得這邊有點像是心態 有點心態炸裂了 就剛剛那一波部隊送完 然後人進過去就直接這樣架著 對 我覺得剛剛那個太扯了阿 你鳳王開還被人類投到 我就覺得不應該 而且 今天不是說三線 他只有 他就只是單 就是單線進攻 對 直接到一船然後被這樣投 沒錯 好那這邊 人類現在 非常優勢喔 在 況沒有落後的情況下 攻防慢慢追上來 三防正在體喔 那這邊 正面部隊人口已經領先了 將近20人口 而且攻防上追上來了 這邊是三攻二防 對 然後這邊卡住了 他這邊也 準備要提升那個 解放者的射程 對 然後這樣的話 nice用這種 他 這邊部隊只要一直沒有往上提阿 他一直沒有考慮去升閃 他就一直用基本的 哇這EMP炸還不錯 還行還行 這邊 就一直用基本的BGP嘛 然後去跟人類做交換 可是這樣一直換下去 我覺得 因為前期優勢 有被卡住的拖回來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繼續打下去 一定是沒有機會的 對 我是覺得 以nice的實力 不應該被 這一些一兩船的小 小空頭鬧到啦 對 其實這種東西 在面對 我覺得一直像 我們台灣選手 Estat 他這種 就會很平凡的使用 可是我看nice跟他打的時候 他就是 很輕鬆的走住了 而且 是在對方投到的時候 他就已經先防好了 對 就沒有道理打卡拉柱 他無法去守這個東西 守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 這邊其實卡拉柱的 只要 就是 只要再把他 等這個三防啦 他就等這個三防好 然後 EMP 丟的好 推過去一波 應該就可以直接 這邊要趕快拉撤喔 其實我覺得像 nice打到大後期 我覺得還是要有墊兵嘛 對 因為沒有AOE打人類 真的是太難打了 對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他如果想要用這種 純白球狂戰士 那就是在剛剛中期的那邊決勝 對 那你決勝失敗了 直接 轉電命馬 我覺得是無縫接軌啊 對 就是 感覺這一場nice 有點想 又想猛 又想打後期 然後這邊 還好 這一個 鬼雷 算沒有炸到太多東西 但是這邊正面 鋪的已經被拉開 50人口的差距囉 而且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人類部隊裡面 掠奪者是非常多的 對 白球頂起來喔 白球頂起來 想甩喔 好 這邊 打著打著 人口越差越多了 對 沒辦法 這個後續的續兵能力差太多了 因為剛 nice的事況其實被點掉過一次了 對 然後 其實前年後 後卡拉豬的又 多多少少都有殺 殺到nice 一點點農 對 所以其實這樣慢慢累積起來 就 有把nice前面累積的優勢 全部都賺回來 沒錯 我現在正面部隊來到40人口的差距 這40人口 這40人口代表什麼 就是我今天正面 有3船兵在你家 我都不會打出 對 而且 這40人口 不單單是40人口的差距 還有部隊質量的差距喔 對 這邊卡拉豬的他把他的部隊質量 就是你看射程解放 已經快提升完成了 然後又有鬼子 然後那你直接 直接 哇你這個GG的理由吧 這趕從正面衝也是勇氣十足啊 好nice打出了GG 好我們恭喜卡拉豬 算是 拿反下一層啦 因為我剛剛想 這一場其實在中期的時候 我心裡已經認定 神豬應該要贏了 對 對因為 在前面的一兩波拖延的情況下 他的情況是很如奇的開出來了 對 他最大的重點是在於 他中期那一波 拚得無意義 對 就是有點 然後你什麼都沒換到 就送掉 然後 又走回去 沒錯 你也沒有要打算再繼續做後面的壓制 應該說那邊你要打 你就打到底了 對 你就直接人靜帶出去 那邊現場刷兵 我覺得就算你硬打 應該是有機會打下來 因為其實據我所知 那一波 很多 我看了很多比賽 那一波如果你在前期 升族拿到這麼大的優勢 基本那一波人就倒了 不管你用任何方式 你既然用大量Bunk的守住 你也是死大量的 死大量的農民 對 可是剛剛有個最大重點是 那一波沒有控制 就完全就是直接放著A過去 他放A 真的是很可惜 對然後再來就是好 那一波送光了 送光沒關係 其實送光以後還舒服開 因為你前面就是太大了 但他被一傳 一傳兵 然後整個節奏帶走 然後把 該分兵的都沒有分兵 然後導致卡住了 他可以很輕鬆的 把你的三礦點掉 沒錯 我覺得剛剛 不過這邊我想想 我就覺得還好 我覺得最不能接受的是 他 三礦被點掉 就是還沒被頂到那邊 他既然 沒有 顧自己一步的陣型 他要閃追喔 他讓白球頂前面 追列頂前面 狂安斯都在後面發呆 然後這樣莫名其妙被甩了幾波 白球先被甩了兩顆 然後追列死的一些 才讓狂安斯慢慢貼錢 就是 他這個打法會讓我覺得就是很 是覺得自己優勢非常大嗎 可是正常來講 也不可能這樣打嘛 對 就是你今天假如是很認真的看待這個比賽 對 甚至是你很細心的人力 基本上你不可能是 直接把部隊這樣子 完全沒有在拉陣型之前 直接這樣子往前頂上去 我是覺得他那邊可能鬆懈了 因為其實在 在剛剛那個情況下 我覺得不管你前面 不管你已經優勢成這樣 你中期不小心送掉也罷了 但是你那邊的一些細微控制 我覺得是要做到位的 對 那我還是覺得剛剛來講我非常可惜啦 因為其實我剛剛已經有看到 這個NICE出現的可能 對 好那今天來到了第三場比賽的地圖 是火星圖強酸工廠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來自台灣的紅色神術選手 NICE 那看一下地圖的左上方 是來自巴西的巴西人狂 卡拉斯 藍色人類 對 這張圖的話 主要就是三礦啦 他這張圖三礦比較遠 他的特色就是三礦很遠 然後所以你假如要去開三礦的話 會沒有這麼的容易 對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 NICE要趕快把他心態 調整回來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一場 似乎應該是他 可能在中期的那些優勢來講的話 讓他有點稍微鬆懈了一點 對 不然正常的情況下 應該是不太可能會這樣打啦 好那這邊卡拉斯在最關鍵的一場 比賽裡面在前線放了一個兵營喔 而且是直接開餓器 喔 NICE這邊他是有拉農民偵查的 他有看到嗎 我剛剛沒有發現他有沒有看到耶 應該是沒有看到 因為有看到的話 他應該會用農民直接去電 那一隻正在蓋 蓋兵營的那一隻農民 對 那這邊的話 NICE假如看到卡拉斯這邊 家裡是沒有兵營的話 他應該 他第一個動作應該是會BG好了 然後可能會先加速一隻狂安士 對 然後就可能會再從家裡拉一隻農民 去尋一下家裡附近 到底是哪邊被野東西 沒錯 不過其實像這種野死神的套路 我認為啦 在一個非常熟悉人類 就是非常會打人類的神主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個戰術是比較沒有那麼有用的 他只是拿來帶節奏 對 就是前面 我出一隻死神嘛 拚你的操作 那正常的神主 現在看到對方沒有也 家裡沒有BB 他應該也可以猜測到對方 可能是死神 但有另一種可能啦 就是會有那個掠奪的可能 對 好這邊一隻狂安走出去喔 好看到對方的BB 但是這時候剛好一隻死神出來 欸砍了兩刀 走進去想甩一個 那這邊應該加速這個 追劣了吧 還沒有按 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邊拖時間就好了 拖時間 主要是不要讓這隻死神進去 鬧到你的礦區就好了 對 不過這邊狂安士好像 覺得是追的有點深啦 有點追過頭了 這隻狂安士其實 我是覺得假設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 沒有必要追到這麼外面 對 好這邊還可以喔 第一隻死神 我覺得這算是無功而返啦 對 就是 呃 我只能說就是 沒有鬧到任何東西 因為通常這一隻死神 一進去是先殺農民再說的 對 對那這邊直接被狂安士 嚇阻了一下 十一隻狂安士可以接受的 好那 另一邊卡蘇這邊則是放了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大招啦 就是單框的飛彈車Rush 等一下應該是兩台飛彈車 直接打 直接來啊 對 但這邊其實我覺得都是被NICE看在眼裡的話 這個防守應該就還蠻簡單的 對 主要是這NICE 他這隻狂兵在他家 肉的真的是有點舒服 對 從頭看到尾就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去 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去阻止他 沒錯 不過真的 我說一句實在話 不能小看人類的飛彈車 人類的飛彈車在兩台的情況下呢 我們先不要說有一條艇 兩台的情況下 可以平A 四字堆列 可以 對 然後有這個 有這個一條艇的情況下 可以打五字堆列 但是 要操作很好的情況下 對 就是我們說的是完美操作 不過NICE 因為這邊NICE 其實他都有看到 所以他其實門口 他這個門口有放一顆電池 然後等一下可能會 小眼睛之後 他就會馬上按一隻不朽 對 好 直接兩台飛彈車帶這個一條艇 來做一波前壓 那這邊 其實這邊就是 我覺得還蠻看神族的操作層面的 對 當然人類也有 因為人類比較超就是你不要讓你飛彈車死就好了 對 然後要小心一條艇的走位 好這邊很聰明喔 直接 從側面出來喔 喔這邊還是直接 欸糟糕 這三隻追列補太夠啊 先解 要先解 我要這邊 先把一條艇點掉 喔有有有點掉喔 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 然後後面再等後面的兵出來 對 我要在這邊死神同時 進行一個騷擾喔 欸欸欸等一下 他的追列脫節了 追列脫節還可以 還可以 我覺得這是死神兵可以接受 因為對方不是速開 欸要拉要拉要拉 死到八隻其實我覺得還是 有一點多啦 呃我 我自己是覺得八隻可以接受啦 因為 我認為可以的點是 因為對方不是單兵開耳礦 對方是單兵以後放下VF以後 再放在VS 出門的時候點耳礦 對那我覺得這樣 算是可以接受 我們直接看攻擊就可以啦 33 32 還行 對 好 再來就是這隻解放蛇 對 除了他這種騷擾其實 感覺那一次他 心裡都已經有底啦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追列 都已經在這邊巡邏了 他的感覺也是 應該這個是某一個 最近可能流行 天梯流行的套路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人類就是 就這樣 人類就是第一波通球玩 通常你VS 沒事嘛 我就會蓋個解放蛇 反正我去那邊 畫個金圈 對不對 我不煩你很煩 對 那這邊的話看 因為卡拉座這邊 他第一時間 也有看到你有追 在那邊巡邏 所以他解放蛇也沒有直接 他也沒有直接走進去 對 然後這邊NICE直接補下 大量的BGO 他好像 要直接打一波了 這看起來是想打一波 因為這邊就是 這一波就是等這個教室攻速好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好兩隻 這邊的細節還不錯 終於有讓我看到NICE平常的壓 欸等一下 上面那一隻來幫忙 NICE 這邊SHIFT點攻兵 可以接受啦 還好他第一時間是直接SHIFT點攻兵 不然這一隻解放者可能會更麻煩 要五雙 對對對 這邊 應該有看到卡拉座這邊有個補給站 看到NICE直接在這裡傳兵 哇這一波有點兇喔 這是代攻速的喔 這邊其實 人類最難守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很容易被做個拉扯 好這邊 其實我覺得像這個 這個情況下你就 開這邊位置就好了 欸對方失誤了 對方失誤了 這個 弓兵怎麼繞另一邊啊 哇好像 是不是因為他上面封死啊 對然後側面 側面再一波進攻喔 喔我覺得這一波 卡得住好像有點頂不壞事了 我覺得這邊直接近身啦 直接近身就贏了 這邊應該貼上去然後用坦克 坦克的那個誤傷 對 哇這公平死了18隻 20隻 舒爽 欸欸欸 你要點坦 你要點坦克啊 好這邊應該算是 打下來了 嗎 應該是打下來了 打下來了 哇這邊算是這個 台米亞之一波 算是打人類 蠻害怕的地方 對 就是 就是這種 打針還沒有好之前的 台米其實教室的 教室攻速還是很強 對 哇這邊追著對方的 吉祥兵走喔 好那這邊沒有意外 應該打 拿下這場比賽勝利喔 好這邊恭喜 NICE 2比1戰勝了 巴西龍王卡拉斯 好也晉級了下一輪喔 對 我覺得只要能持續存活 就是有機會晉級 對 對 那這一場可以明顯看到 就是我覺得這場 他的狀態有稍微回來一點了 對 就是比起上一場的一些比較 不好的操作 他這場其實 算是在概念上跟 大局關上面就打得非常好 對 對 對 因為像我剛剛看的話 他如果再晚一點點進攻 就有可能會打不下來 對 因為只要再晚一點點進攻 他坦克 他做的後面坦克又出來了 對 然後架好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沒有這麼好打 沒錯 對 那這邊算是後面的那一波壓制來講的話 我覺得 timing點也是恰蠻到位 再來就是前面的第一波 第一波那個 三隻 追獵手那一波空投嘛 那邊有 第一時間點到那個一道亭 為什麼說要點那個一道亭 因為那個一道亭不死 你會被換很多東西 因為他這樣 他的那個 導彈車就有無限的操作空間 對 他就上上下下 上下下 然後第一時間有點到那個 算是不幸中的大星 因為後來其實我覺得損失八隻 在你速開二框的情況下 手下這一波我覺得是還蠻賺的啦 還蠻賺的 對 那這邊也恭喜NICE 往敗這組殺上來了 那我還不確定他要跟誰打欸 我還不知道他要對誰 不過肯定是神主選手 應該就是神主了 對 因為就是Show Time Show Time或是Huston的其中一個 對 那就看一下他等一下跟誰打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